我的婆婆是个穿越女 她让出身喉门的公公许诺她一生一世一双人 可是公公人到中年 竟然违背诺言 贪恋上了新鲜的外事 婆婆闹着和离 我好言相劝 不如忍下来 到了这个年纪 握住管家权和财产才是最重要的 婆婆却认为我是在侮辱她高洁的人格和新时代的爱情 她故意搓磨我 不仅让我失了孩子 最后我还被活活烧死 再睁眼 我回到公公想接外事进府的那一天 一 满是寂静 气氛压抑 如堂 此事你怎么看 我的夫君梦清禾一脸为难 这位柳娘已经有孕了 公公脸色阴沉 婆婆满脸愤恨 跪在地上的那位外事哭得淒淒惨 听夫君问我 屋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在我脸上 我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 眼前一片恍惚 前世也发生过这样的事 我的公公和婆婆是圣经城中的模范夫妻 感情恩爱羡煞旁人 可谁能想到相伴二十载 人到中年的公公终是做了复心人 我是儿媳 这种事实在不敢妄议 我一脸忐忑 小心站到夫君身后 前世这个时候 我也曾为婆婆鸣不平 帮着她阻拦外事进府 为她仗义直言 甚至得罪了位高权重的公公 原以为婆婆会感激我 从此对我更好 却没想到她不依不饶 不仅惯了那位外事落胎药 还闹得和服不宁 要分割财产 要和离再嫁 只因为我劝了一句 不如忍下来 到了这个年纪 和离出府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在这古代 女子孤身本就艰难 一个中年婆子 又没有可以依仗的母家 丈夫谦怒 而女们不理解 还顶着议论嘲笑 身无常物 出府了 该怎么生活呢 何况还干系到子女们的前程 手里牢牢握住 管家权和服里的财产 比什么都重要 有孩子们的支持 和实打实的权利 财富 她可以过得很舒适 我自认为对她推心致富 没想到她却勃然大怒 你这是在侮辱我高杰的人格 也在侮辱我纯洁的新时代爱情 从那天起 她开始无休无尽地戳磨我 好像要把她内心所有的不愤和痛恨 全部发泄在我身上 一个孝字压了我喘过起来 我受尽苦楚 失去了孩子 最后竟然被活活烧死 所有人都以为是我倒霉 睡得太熟 起火了都没醒过来逃跑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根本不是睡得太熟 而是因为失了孩子后 我夜夜难眠 房中点了安神香 而这香就是婆婆给我的 这火也起得诡异 府里全都平平安安 只有我休养居住的如意愿 烧了个彻彻底底 怎么就能这妖巧呢 我端向着面前愤怒悲伤的婆婆 实在是不明白 她怎么能如此恶毒狠心 娘子 孟清和轻轻握了握我的手 一脸担忧 你脸色不好 可是哪里不舒服 我恍然回神 努力遏制住心底疯狂咆哮的恨意 没事 我勉强笑笑 担忧开口 只是看父亲和母亲这样争执 有些害怕 父亲母亲一向恩爱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 我的话音刚落 婆婆原本就难看的脸色 此刻更加愤恨 孟怀山 你曾经许诺过 要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 你难道全部都忘了吗 你说过 这辈子只爱我一人的呀 婆婆哭着控诉 曾经的山盟海誓 可是公公却一脸不耐烦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可是 燕尔只求一个妾室的名分 朝中官员哪一个不是妻妾成群 我如今不过是收一个妾室 你何至于此 你还是正式嫡妻 侯妇人的地位 也不会受到影响 你不要无理取闹了 我无理取闹 婆婆嘴角下沉 脸上浮起冷笑 你做了复兴人 还如此理智气壮 你才是狼心狗肺 寡怜贤耻 还有你 你这个贱人 仗着自己年轻 勾引别人的丈夫 你们这对狗男女 婆婆转身 冲向地上哭泣的外事 渣男贱女 肩妇淫妇 够了 公公一把将婆婆推到地上 你这个丰富 满嘴乌言晦语 哪里有一点当家主母的气度 是啊 娘 你怎么能说爹是肩夫呢 孟卿和脸色难看 你今天骂爹的这些话 如果传到外面 爹在官场还有什么脸面 脸面 他哪里还有什么脸面 他养外事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有今天 婆婆一脸悲愤 不可置信地看着儿子 你为什么一直向着他说话 他给我脸面了吗 我瞥了眼失控咆哮的婆婆 心中冷笑 他的儿子就是这样 孟卿和此人 从小在严格的世家教育下长大 只有最核心的利益 才能打动他 婆婆想指望他在孟家名声 和亲娘的哲哀论中间做选择 他必定要失望 毕竟他是孩子没了 都能淡然理智的人 上一世我受婆婆搓磨 留了孩子的时候 他是怎么说的 我知道你受了委屈 可母亲是长辈 这是总不好再提 如果家里有了搓磨儿媳的名声 我和爹爹在外面也脸上无光 那晚是逢落雪 可是雪花在凉 也凉不过我千疮百孔的内心 如唐 你说 婆婆见无人为她说话 转身看向我 女人才应该帮助女人 你是一定能理解我的 是不是 我深吸一口气 犹豫开口 我自然是能理解母亲的心情 母亲与父亲一向安爱 羡煞旁人 乍然一听 父亲竟然有了旁的女子 心中定然是难过的 婆婆眼还热泪 连连点头 她怎么对得起我们的誓言 若是这位柳娘子一人也就罢了 仅可以打发了去 总不能为这一个外人 让母亲伤心 我顶着压力 话锋一转 只是 这位柳娘子身上 已经有了父亲的孩子 这就难办了 总不好叫血脉流失在外 公公脸色一缓 如唐子言有理 好你个贱人 你竟然帮着狗男女说话 婆婆大目 伸手向我扇了过来 啪 她的巴掌猛地甩在我脸上 我强忍着脸颊的疼痛 哽咽相劝 母亲 今天这样大的动静 若是这孩子流落在外 被有心人利用 要挟咱们后府 孟清和脸色肃然 伸手将我拦在身后 如唐说的有理 那就打掉这孩子 婆婆尖叫 连同见人一起 全都杀了 满堂震惊 纵然也有高门主母 暗中拾手脚 害死妾室和数子女 可是从没有人 当着自己夫君的面 扬言要杀人的 你这个丰富 公公的脸庞瞬间扭曲 今日我一定要把人接进府里 你若阻拦 我就休了你 从此以后 她就是侯府的柳姨娘了 本侯倒要看看 你要如何杀了 我未出世的孩子 公爹拂袖而去 只留下贪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的婆婆 三 夫君 你说母亲会不会怪我 我躺在孟清和怀中 面色忐忑 母亲会不会怪我不帮她 孟清和摸了摸 我还红肿的脸颊 你都是为了侯府 为了我着想 难为你了 我垂眸浅笑 只要夫君明白我的心意 我就知足了 夜风渐凉 双月清寒 我怎么前世没发现呢 孟清和看似体贴 却从没正面回答过我的问题 她知道一切都是为了侯府 也知道婆婆会为难我 却只会说 难为你了 前世我为了做一个合格的侯府夫人 咬牙忍受搓磨 这一事 我却不想了 我顶着双路 早早来到了婆婆的院子里请安 往常大开的房门却紧闭 我心中明白 这是她对我生怨 想要教训 前世的时候 她就从请安开始搓磨我 让我一站就是几个时辰 不论寒风飘雪 当时我不知道我有孕 咬牙坚持着 不出半月 我便没了孩子 只是今世 我没有那么傻了 我摸了摸上起平坦的小妇 算算日子 这孩子应该已经来了 在院中站了一会 我便脸色发白 摇摇欲坠 紧接着 在丫鬟们的惊呼中缓缓轮倒 瘫在地上 这是怎么回事 院子里响起了公公惊怒的声音 柳姨娘进府第二天 一定要拜见主母的 以昨天公公对她重视的态度 一定会陪她来 我们夫人来给老夫人请安 没想到老夫人闭门不见 体力不支 晕倒了 小翠哭着抹泪 有仆人急忙去请大夫 我心安里得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才慢慢清醒 你这个毒妇 昨日想杀了我的孩子 今日又想杀了我的孙子 公公的咆哮声震耳欲聋 屋子里有人在哭 我哪里知道他会有孕 那也是我的孙子呀 婆婆便姐 就站了那么一会儿 根本就不要紧 我微闭着眼睛 心里翻滚起恨意 上一世 这个孩子被她折腾没了 她是怎么说的 她就是身体不好 才站了几天孩子就没了 自己连个孩子都保不住 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鼻尖一酸 眼泪涌了出来 夫人醒了 小翠惊喜看着我 一群人围了上来 孟清和坐在床边 温柔看着我 如唐 你有了身孕 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抹了抹眼角的泪水 这几天总感觉疲惫 原来竟是有了身孕 是啊 有孕也不说一声 晕倒在我的院子里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这个做婆婆的搓磨而袭呢 婆婆脸色难看 话里话外挤对我 我抖着身子开始哭 请母亲原谅 我实在是不知道 只是今早站的时间久了 身子有些受不住 公公脸色一黑 她如今刚醒 你迅气而袭 非要现在吗 我仰起挂了泪水的脸 泪光楚楚 看向孟清和 夫君 是我身子不争气 惹母亲生气 孟清和一郑 这么多年来 我从未这样脆弱柔弱依赖她 你有孕不适 母亲自然会体谅 她一向温和的眼睛里 闪过坚定 紧紧抓着我的手 母亲如唐有孕 以后沉婚定省 不必请安了吧 婆婆很愤怒 心爱的丈夫背叛诺言 有了新欢 新欢还带着孩子登堂入室 做了名正言顺的姨娘 自小养大的儿子 不跟她一条心 甚至就连一向好拿捏的儿媳 都借着有孕躲着她 她孤立无援 既然已经背叛了我 我也不愿意再和你做夫妻了 凭什么你可以娶小老婆 我就得守着你 分割财产 这侯府的所有产业 都应该由我一半 婆婆眼神狂乱 表情扭曲 夫妻的共同财产 和离也应该平均分配 周围的压病 窃窃私语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 与公共争论她的和离要求了 老夫人莫不是发疯了 从未听说 和离的女子 还能拿走附加世袭的产业 她口口声声念叨的 是哪里的律法 我低头浅笑 若公共初次听她说要和离 还对她抱了些许愧疚 那么在她一次又一次 嚷着要瓜分家产的时候 公共就只剩下错愕愤怒了 你当真是荒唐至极 就算真要和离 你也只能拿走你当初那点嫁妆 公共不耐反腐秀 无知妇人 不要太贪心 婆婆脸色一僵 她出身并不高 嫁进侯府本就属于高攀 哪里有什么嫁妆 公共这话充满了嘲讽 婆婆尖叫 你凭什么让我净身出户 你才是过错方 什么过错方 公共皱眉 你又在哪里学的怪异词汇 我哪里过错了 只不过那里的妾室 你就闹得鸡犬不宁 恨不得全圣经都知道 就连分割侯府产业 这样荒唐的话 都说出来了 你看看圣经城 哪里有你这样的主母 公共这些日子出门 总觉得脸上无光 是啊 母亲 您是气糊涂了 孟卿和耐着性子开口 一个妾室而已 影响不了您的地位 你忍一忍就是了 你在说什么 婆婆突然暴怒 仿佛一头被激怒的野兽 忍下来 你这是在侮辱我高洁的人格 也在侮辱我 纯洁的新时代爱情 前世熟悉的台词骤然出现 公公和孟卿河 瞠目结舌 我突然忍不住笑了出来 婆婆的现代化思想和口号 终究是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是的 我也是个穿越女 只不过和婆婆不同 我从小谨小甚微 将自己演示得很好 尤其是嫁给孟卿河之后 我从蛛丝马迹里发现了 婆婆是穿越女 一衫不能容二虎 我深知在一个屋檐下 将自己身份的秘密 暴露给婆婆 会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我不敢赌 也不能赌 上一时就疏忽了一次 我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初我对婆婆的处境同情 提醒她牢牢握住家产 结果惹来了她的怨怼和戳磨 生在红旗下 在和平年代成长的我 从未想过人性能饿到如此地步 她竟然能活活烧死我 这一事 我再也不会如此大意了 母亲得了这样的疯病 终究不是什么体面的事 孟清和皱眉 先关在家里 好好给她治病吧 母亲对父亲用情之深 遇见这样的事 一时接受不了 也是正常的 我是女子 我能体会到母亲的心情 如唐 你放心孟清和将我揽进怀里 我不会跟父亲一样的 我唯一在她怀里 笑得甜蜜 心里却十分平静 男人的诺言就如同泡沫 爱的时候是真的爱 也很美 可是等到不爱的时候 却能消失得非常快 若说我对她有个信任和依赖 也早在上一世她 冷眼旁观的冷漠中 消磨殆尽了 她对公共的外事 平静地接受 她对我们留掉的孩子 也只是一声叹息 对于我的痛苦 也只是轻飘飘一句 她是母亲 你忍一忍吧 如果换成现代 我是一定不会跟她这样的人 继续做夫妻的 只是 时也 命也 我身处古代 成了她这喉门世子的妻子 家族门眉 律法夹锁 百般无奈 终究不得已 外家的小姑回来了 一进府 就冲进了我居住的院子 你这个不安好心的贱人 为什么要帮着 把那个贱货接进府里来 我娘平日里对你不好吗 你接一个外事禁府 对你有什么好处 如今把我娘气病 你到安生养起胎来了 我冷眼看着孟玉言发疯 直到她骂到脱利 踩地上一杯茶 小姑 是父亲让那里有娘子有了孩子 事关侯府血脉 哪里是我能做主的 母亲要打要杀 父亲扬言要休妻 我愁眉微醋 好不可怜 若父亲真的休了妻 你在夫家可如何是好 孟玉言骤然变色 竟闹到了这种地步 这样的事情 我怎么敢说谎 我低头抹泪 孟玉言缓缓点头 好一个贱人 刚怀上孩子 就把我娘逼到这样的地步 孟玉言恨得咬牙切齿 一阵风一样冲了出去 我将手里抹泪的帕子扔到桌上 转身上了床榻 母女一脉 果然一个德行 明明是公共出轨 可前世婆婆 把满腔怨气发泄到我身上 让我失了孩子又丧命 这一时 小姑子不敢去责问那妻的父亲 到质问起我来了 孟玉言跑去柳姨娘那大闹立场 撞上了过去探望爱妻的公公 被公公打了一个耳光后 哭着离开了侯府 没过几天 双眼红肿的小姑又哭着回来了 娘 你就别闹了吧 孟玉言巴着婆婆的胳膊大哭 我婆家听说 你因为一个妾 闹得满城风雨 张口闭口说我家教不好 你想要一半侯府家产的事情 也都传了出去 京中所有的贵妇都在笑话我 我如今这日子 全都是白眼狼 我当时就应该掐死你们 滚 六 或许是被自己自小疼爱的女儿刺激 婆婆越发疯癫 经常能听见她在禁足的院子里 怒骂控诉 大哭大笑 我摸着已经显怀的腹部 心中隐隐生起不好的预感 上一世因为我的几句话 婆婆就能对我下杀手 这一世这样重叛亲离 她怎么能忍得下来 清禾 你多陪陪我 好吗 我越发喜欢缠着孟清禾 也不再自己出门 柳姨娘肚子越来越大 公公也越来越看重她 几乎与她日日都在一起 第一场雪落的时候 府衣宣布柳姨娘怀的是双生男胎 公公喜不自胜 柳姨娘越发得意 眼看在公公的纵容下 柳姨娘风光无两 越来越不把禁足的婆婆放在眼里 我却总觉得不妙 婆婆执着于自己纯洁的爱情 上一世柳姨娘没能进府 都逃不脱被婆婆灌下落胎药的下场 这一世婆婆会这样眼睁睁看着 让她在府里把孩子生下来吗 公公越来越期待未出世的幼子 对孟清河也疏忽很多 孟清河不如前世忙碌 更多的时间闲在家里 怀孕难解 夫君得闲 正好多陪陪我和孩子 我笑着安慰她 雪后出情 我在孟清河的陪同下赏景 前方不远处 柳姨娘也在游园 好大的阵仗 小翠忍不住脆了一口 一个妾室 架势摆得比正式夫人还大 怀个身孕 还用这么多人伺候呢 父亲看中未出生的弟弟们 伺候的人自然多 孟清河看着柳姨娘身边 浩浩荡荡的蒲丛 神色莫名 我们慢些吧 我见孟清河神情失落 笑着安慰 她的双胎再好 父亲也是最看重你的 孟清河怅然叹息 弟弟们还没出生 可是准备好的吃穿用肚 已经堪比笛子了 我心中吃笑 什么笛子数字 老来的子公公怎能不疼 不然怎么就急吼吼腰接近侯府了 这孩子可是他老当义壮的证明了 我刚想再劝几句 却见孟清河脸色大变 前面那么多蒲丛 却还是出了意外 一道身影从旁窜出 冲着柳姨娘的肚子直直撞去 只听扑通一声 柳姨娘在一片尖叫声中 跌进了冰冷刺骨的湖水中 湖面上薄冰破裂 柳姨娘只挣扎了几下 便缓缓沉了下去 廊下的红柱飘着飞雪 轻眼下面垂着冰冷 我正正看着满院下人们 混乱的呼救和怒吼 方才的风光得意 仿佛只是梦境 一下子消失不见 只见到满院的哭声 孟清河急忙跑过去主持大局 找人来救 柳姨娘没过多久就被捞了起来 她面色清白 毫无声息躺在雪地上 你毁了我的人生 毁了我一辈子的幸福 你凭什么风光得意 都给我去死 婆婆劈头散发 被一群人拉着暗在湖边 刚才将柳姨娘撞进湖里的人 竟然是婆婆 鲜血从柳姨娘的身下不断一出 很快就将地面染红 都去死哈哈哈哈 婆婆仰头大笑 我下意识护住了自己的腹部 天空中又飘起了雪花 园子里白茫茫一片 只趁着那凝固的鲜血 愈发刺目 柳姨娘死了 一时三命 气 你这个毒妇 我要杀了你 公公提着剑 向着婆婆刺去 父亲不渴 孟清河挡在婆婆面前 被剑扎个正着 爹 你就饶了娘亲吧 孟玉言跪在地上哀求 娘亲也是一时生气 才做下这种错事 归根究底 还是父亲的错 若是父亲不养外事 便没有今日这些事情了 你弟弟们就快出生了呀 还没生子 架子摆的 就比正式夫人还大 弟弟们还没出生 母仆就按笛子配置了 孟玉言分而站起 你明知道娘亲心里生气 为何还在纵容那件人刺激他 当初同意他进府 是为了侯府血脉不外流 可是父亲 你难道想宠妾灭妻吗 你想以数字超越笛子吗 公公亮枪后退 看着捂着肩膀 血迹斑斑的孟清河 你们都怨我 孟清河流血过多 面色苍白 父亲 你已经失去了两个孩子 难道还要失去我和妹妹吗 柳姨娘遭遇不测 只是后宅之事 可是若您今日杀妻 休妻 妹妹以后再婆家 还怎么活 有了这样名声的母亲 我这一生 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孟玉言泪水连连 贪坐在地上 父亲 你不如一起将我杀了吧 公公面色茫然 握着剑的手不停颤抖 听堂上一片死寂 我小声提醒 那柳姨娘的丧事该如何操办 公公眼中泛起泪花 透出几分哀痛 婆婆突然大笑了起来 孟怀山 你曾经许诺我一生一世 如今却为了旁的女子 想要杀我 是我瞎了眼 你杀了我呀 你杀了我呀 婆婆看着儿子女儿 都挡在她面前 愈发癫狂 你有本事杀了我 给你那心肝报仇 公公举着剑 力气横生 忍了又忍 忠实将剑狠狠摔在婆婆面前 我不杀你 是为了侯府的脸面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看着公公咬紧牙关 大不离去 婆婆坐在地上又哭又笑 柳姨娘的丧事办得简单 这是不光彩 一张破席子卷了出去 也是可怜 小翠扶着我 夫人 外面天冷 咱们回去吧 老夫人那里的用度 都拨过去了吗 我护着肚子 慢慢往回走 多安排点护卫 守着如意楼 公公自从柳姨娘死后 便跟婆婆成了仇人一般 整日留连青楼厨管 花天酒地 婆婆听说 公公开始放纵酒色 每天骂完了哭 哭完了骂 我公事繁忙 母亲又这样子 孟亲和忧心忡忡 家里的事就得劳烦夫人了 我笑着点头 这管家全终于到了我的手里 我管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婆婆送到了如意楼 你这个贱人 如意楼偏僻阴冷 连个人影都难见 你这是要困死我 婆婆红着眼弄骂 我诚恳劝她 如意楼安静 有助于养病 最适合需要休养的人了 上一世 我刚刚小产 就被送到了如意楼 当时婆婆就是这样说的 如今 我也要让她住一住 我曾经死过的地方 八 我的肚子越来越大 这个钱是没能出生的孩子 即将来到这个世界了 自从搬去了如意楼 婆婆的动静消停了许多 孟亲和的神色也越来越轻松 就连公公也时不时有个笑脸了 三月木春 桃花盛开的时候 我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我抱着孩子 心里悲伤不已 原来上一世 我失去的不是一个孩子 而是两个 孩子满月的时候 婆婆被允许出来看一眼 我看着假装慈爱的婆婆 心中冷笑 她有什么资格来看我的孩子 母亲身子已经大好 父亲不如将母亲放出来吧 孟玉颜看气氛正好 小心跟公公请求 我垂下眼瞼 眼下只怕公公同意 婆婆还不一定想出来呢 我原本是想把婆婆一辈子 困死如意楼里 派人严防死守 一点一点四季折磨她 却没想到 严官派人打扫的时候 发现了一件极有意思的事 婆婆竟然和一个守门的侍卫好上了 自从发现了这件事 我便刻意放松了 对如意楼的看守 这对野鸳鸯 偷情也愈发肆无忌惮起来 我在如意楼待着舒心 再住一段时间吧 婆婆果然拒绝 不知想到了什么 脸颊带上了红韵 气氛一时冷了下来 我冲一旁的小翠使了眼色 今儿是个好日子 大家都高兴 多饮些酒吧 我笑着给大家倒酒 多喝些吧 喝些酒才好犯错 婆婆越喝越多 酒热上头 露出了脖梗处掩盖的亲热痕迹 母亲醉了 我来送母亲回如意楼吧 我和小翠扶着婆婆沉重的身子 一步一步将她送进了我 上一世生死的那间屋子 不要你烂好心 你给我滚 婆婆不耐烦甩开我的手 赶紧给我滚 我心中明亮 这是情动难耐 嫌我碍事呢 夜色漆黑 月影星熙 这样的天气 正适合偷情 睡到半夜 如意楼便闹了起来 孟清河脸色难看 拉着我匆匆赶了过去 只见婆婆衣衫凌乱 和一个赤条条的精壮汉子 跪在地上 公公双眼赤红 一剑捅在那汉子的腿上 既恩负淫妇 公公怒急 今日在家宴上 我就看你神色不对 脖子上还露出那样的痕迹 我原以为我是看错了 没想到真叫我抓个争着 那侍卫哆嗦着求饶 婆婆张口便骂 我是淫妇 那你是什么 凭什么你可以出去玩女人 我就不能养男人 你找了多少女人 我才一个 婆婆眼睛里充满了恶毒畅快 孟怀山 你负心薄情 还不许我合理 那我也可以找别人 我告诉你 我就是喜欢她 她比你年轻 呵 公公轻斤直跳 一把掐住了她的脖子 我今日就掐死你 省得你脏了侯府的地方 不要 孟玉言和孟清河冲了上去 母亲有错 父亲只管惩罚 可是不能在家里杀妻啊 你们还要护着她 公公绝望怒吼 她不配做你们母亲 婆婆死里逃生 贪坐在地上大口喘息 突然不受控制 大呕了起来 我一脸惊疑 母亲 该不会是有喜了吧 服依顶着压力枕脉 在公公杀人一般的目光中 颤唯微微回话 老夫人确实有喜了 婆婆偷情 还怀了孽种 公公病脚斑白 一夜之间像是老了十几岁 孟玉言只顾着 哭自己以后的日子 孟清河沉默叹气 侯府阴云笼罩 那与婆婆偷情的侍卫 被当着婆婆的面 活活打死了 我端着落胎药 一步一步上了如意楼 父亲说 为着往日的勤奋 你的性命可以留 但是肚子里的孩子必须死 婆婆正正坐在床脚 吃笑一声 勤奋 她哪里还记得什么情分 不过为了她侯府的名声 还有孩子们的虔诚罢了 我坐在桌边 摸了摸凉透的香炉 你是不是好奇 怎么就这样大意 露出了马脚 婆婆脸色一白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是你 是我 我微微一笑 是我在你酒里下的药 也在香炉里点了安神香 这酒让他们放浪行骸 这香让他们疲惫沉睡 直到公公闯进来 发现他们的奸情 可这一切的前提是 你们真的有奸情 说起来还是怪你们自己 婆婆猛地站起 将桌子上的落胎药 扶到地上 你为什么要害我 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 我看着她猙獰狂目的面容 默然开口 若我说 我没有生死之仇呢 她愕然看着我 怎么可能 我知道你是穿越女 我缓缓起身 走到她面前 你自己经历过穿越 那么你相不相信死而复生 婆婆瞳孔皱缩 一动不动愣在当地 我一句一句 诉说着上一世经历的痛苦 眼神晦涩难辨 你说女人应该帮助女人 可你为什么要那么狠毒对待我呢 不可能 不可能 婆婆失了神一样 喃喃自语 我不会是那样的人 可是 你的灵魂 真的还算得上是现代人吗 我力声怒吓 一个生长在红旗之下的现代人 会因为儿媳的两句话 就杀死孙子 烧死儿媳 是人命如草芥吗 你醒醒吧 你口口声声说着自由平等 其实内心早就被这个古代的森然等级同化了 人命在你的私欲面前不值一提 你根本配不上在现代受的教育 婆婆眼神狂乱 嘴巴大张 脸胀的通红 上一世你杀了柳姨娘母子还杀了我 这一世 你还是杀了柳姨娘和无辜的孩子 你灵魂里沾的血早就洗不干净了 我嘲讽一笑 你经历过穿越这样的事 你猜你以后会不会受到报应 上天再也不会让你回到现代机会 我不信 我不信 婆婆尖叫着缩成一团 我没有做错 我都是被逼的 我会再派人送来落胎药 我起身往门外走去 看着他已然疯癫的样子 关于穿越和重生的事 我如果是你 就守口如瓶 带进坟墓里 他疯疯癫癫 接连犯下大错 后府肯饶他一命 已然是不易 如果继续疯言疯语 甚至扯上鬼神之事 只会加剧众人的增物厌烦 也会加剧他的死亡 时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 孟玉言掩面哭泣 杀人 偷情 装装见见 都是大罪 这些日子他很不好过 躲在侯府里 也不敢回复家 我该怎么办 他哭着问我 这是要是传出去 古代女子艰难 名声尤为重要 他是出嫁女 娘家母亲出了这样的事 他也唯有被婆家戳磨致死 不会的 父亲和你兄长 必定会保全侯府 事实上 公公让婆婆打孩子 却不杀他 就是决定为了侯府前程 忍下这顶绿帽子了 父亲真的不容易 烛火微黄 孟清河叹息 我看向黑夜中的侯府 庭院深深 门飞重重 说到底 这花团紧促的好日子 一切都崩塌在 父亲二字上罢了 孟清河文言一正 刚想开口说话 却见到黑夜里 冲天而起的火光 如一楼燃起了大火 婆婆站在烈焰里 冲着想往里冲的公公大喊 孟怀山 你不放我自由 那我便自己给自己自由 他背后已经燃起了火蛇 整个人被火焰笼罩 他却像是感觉不到疼痛一般 我错了 我毁了 他含泪自语 声音不高 却生生刻骨 传进了每个人心里 公公老泪纵横 呼喊着他下来 婆婆仿若未闻 只是冲着我的方向张了张嘴 随即转身 我的仇人死了 他向我忏悔 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一时间畅快至极 过后却觉得无尽酸色 曾经恩怨男是非 纵使了无心一老 这座如一楼 上辈子烧死了我 这一世也烧死了婆婆 说到底 我们都是两个被困在这里的可怜人 他信错了人 又做错了事 付出了代价 而我自始至终 都没有爱过任何人 世人都说 闽平侯府流年不利 前段时间 世妾意外坠糊 现在又意外失火 烧死了养病的侯夫人 公公抱着婆婆烧毁的尸身 崩溃痛哭 这对年轻时候 还是山盟的爱人 终于以惨烈的方式分开了 母亲亡故 父亲大受打击 已经决定提前辞关了 孟清河神情低落 他已经向朝廷请指 让我继承侯府 婆婆死后 公公心如死灰 头发全白了 他想搬到埋葬婆婆的那座山 必是养老 如堂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你的话 孟清河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们一家 原本过着人人羡慕的生活 是什么时候开始乱的呢 孟清河神色恍惚 你说一切崩塌在复兴二字 你说的对 从公公复兴养的外事那天起 这个家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我绝不会重蹈覆辙 我瞧着他指天是地的样子 韩笑点头 好 公公婆婆曾经也有轰轰烈烈的誓言 可终究敌不过时间变换 人心一变 我若是信他 便是我傻了 我说的是真的 孟清河神色一领 当初柳姨娘有孕 孩子还没生 我便尝到了冷落的滋味 我真是怕了 我望着他漆黑认真的眼眸 露出一个真心的笑容 好 无论他是出于什么目的 他能记住教训 我自然开心接纳他的变化和嗜好 但若是几年 几十年后 他变了 我也有法子应对 自始至终 我都跟驼婆不一样 我不会在这男尊女卑的古代 妄想寻求真爱 我只想珍惜 这重来一次的机会 好好活着 活着才能有机会享受余生 活着才能召开好自己的孩子 活着才是一切的希望